現在是早上我們來拍東方園的一家早餐 聯繫油條 這家是攝影師吃了之後覺得非常好吃 他感覺老闆所有的食材都是自己做的 油條、麻球、麵包、豆漿全部自己做 他平時帶小孩來這邊上學之後覺得這家店很好吃 所以刻意拉著我過來這邊拍 我們現在是八點多嘛 剛好是高峰期以過 老闆才有空搭理我們做一下麻油啊 那我們拍拍一下視頻啊 要不然是沒空搭理我們 日子隊做包的時候要做雜餐的啦 做雜餐 如果人家補充的話 人家補充就要做 中藥做包 中藥做包就是你 中藥做包就是你 我送給他油條的渣角為主 包一條香啊 弄到油條的渣角是什麽 叫什麽嗎 這條紅布靠邊 人家補充肩膠肩膠肩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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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然是不肩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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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草莓是不是嗎? 白鯊是很容易使用 寫得很輕一件 不是用廉物代用的 這是什麼? 你耍得手用的 然後你耍得白 對不對? 是不是一切 一切 一個 現在還要分鑒 這個時候用鑒乾了 我用了個鍋子 不看我幫たい 買不太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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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買不太多 是買鑒 session 做一把鍋子 我又在一起的朋友然后又有盐 鲁鱼的成历或是炸蚵的成历 差不多 炸蚵小黄不过一款伴侣 炸蚵小黄怎么吃 然后再煮一半 现在全部都是炸的 是 我们点了两碗豆浆 一个麻酋 一个豆浆 还有一个糯米鸡 然后我们现在把糯米鸡换成 他们这里最热销的包 看下这个包长啥样 聽說所有的包都是自己做的 吃起來其實很厚實 印象中有一些油條吃起來是薄薄的 它外面是一層薄薄的皮 裡面是空心的 這個吃起來就是你會感覺滿嘴都有肉 然後這個油條呢 其實炸得非常的舒緩 外面是酥的 裡面的麵筋是比較舒緩的 口感很好 我們剛剛看到店裡面他們自己在這邊磨豆漿 現場製作豆漿就是用黃豆跟花生自己磨的 其實喝起來就很濃很有香味的豆漿 這個是他店裡面最熱銷的包 包子的餡是胡蘿蔔、芒光、洋蔥跟瘦肉 包子的皮也是很軟的 非常軟很好吃 這餐吃起來你會感覺所有的食材 他都是比較厚實而且麵筋做得不錯 這樣兩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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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就點了五樣 加費十塊錢 整個價格是比較實惠的 這餐是有了很多汁 加費十塊錢 這個餐是百五度 所以才會濃濃 你的玉筋做得更濃 一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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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像一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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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用一邊一邊一邊再煮一邊 所以八五度炸一下 就是湯汁 六度開到百八度炸到一邊 手脆的筋 這個是剛剛炸好的麻糬 稍微有點燙熟 剛剛從鍋裡面拿出來的 自己坐在餐桌上面品嘗的時候 這個麻糬我講的不是很好 因為我沒有看它的製作過程 現在看完製作過程 我就知道它是有什麼特點的 我給大家展示一遍 這可以這樣撕出來 有點燙 它裡面是滿滿的泥跟麵粉 比較厚實的麻糬來的 外皮很酥脆很香 裡面呢又很柔軟 雖然很燙但很好吃 炸的很不錯的麻糬 你們可以來試一下